哈囉, 親愛的迷你小伙伴 極限生存, 我又回來了 多虧了存檔 雖然一夜回到解放前 但怎麼能夠就此放棄呢 我還要繼續挑戰呢 挑戰遠古巨人混亂黑龍 海底倉庫 我想我是與你無緣咯 看這些只要亂無章的箱子 還是整不住想要整理 所以我決定 準備千隻竹林小屋 將所有的箱子通通搬回去 準備了金佛頭 來到了松樹林 這裡有松樹、白羊木、果木 我要盡可能的多採一些 待會需要製作很多很多的箱子 每一種大概需要採集40個左右 現在的金斧頭就好辦了 你們有發現改版了嗎? 平時一顆松木 斧頭直接沒了 現在飢餓質消耗了很多 好啦, 肚子餓都快不行了 一個肘子根本不頂餓 這次我們來烤羊排 絕對大補 好啦, 將原木製作成木板 配合成各種箱子 白羊木箱子、果木箱子、松木箱 有迷你鬥爭好 可以將這些全部解鎖出來 我的小船你就跟我搬進家裡吧 開始佈置倉庫了 底下一排排全都放上白羊木箱子 一共會有四個儲物間 至於上邊兩個果木箱、兩個松木箱 效果嘛, 睡醒再說 這是我第一次在竹林小屋裡度過夜晚哦 還是挺舒服的 早晨醒來繼續排放箱子囉 這一次底下全部換成了松木箱子 上面交替輪換箱子 嗯, 一共可以分成七大雷 我想應該足夠啦 就就就, 另外不是還有一面嗎 那是要用來製作我的自動烤爐機啦 這些熔爐也是時候奔遷了 自動烤爐機三種壁爐來兩份 除此之外, 還需要用到特別特別多的漏斗 哎呀, 這本來礦石就所剩不多 為江家園弄得漂亮一點 就只能夠狠心啦 熔爐裡就是我所有的礦石 三台自動烤爐機需要18個漏斗 自動烤爐機製作方法非常簡單 而且還很美觀哦 這底下有兩個箱子 上面再放上兩個漏斗再連接壁爐 在左右兩邊放上漏斗 用來放置燃料 上邊再連接上兩個漏斗 看上去像不像是一個人手裡拖著東西啊 呵呵, 在這頂上放置兩個果木箱子 一整套的果木烤爐就完工了 旁邊再來個白羊木烤爐 按照原樣 左邊來個一毛一樣的就可以啦 咚咚咚, 我的房子倉庫 是不是與海底倉庫有意趣同工之妙咧? 姐姐, 這壁爐好難看哦 別急, 看著凹凸不平 這時候就需要一些台階作為鋪墊 製作岩石磚在漏斗的棱角處 用岩石磚墊墊 趁看上去是不是平整多了呢? 右邊再把它都弄好, 完工 一排排的箱子, 還有整整齊齊的烤爐 那本期視頻就到這裡啦, 掰掰 掰掰